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六月,很快七月,正你七月我游 到时你早点给个日子,我找一位嘉宾 你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不止 四海呢,四海呢,我会找他 我和他没东西的 我还打算找他去买 据说他会出发香港牛皇院 有这个清心丸 那我回来说 好吧,那我可以找他 在英国 那我可以在英国 现在没什么搞,不如再次 那天我去家 还不能找到啊,我们 为何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啊 上次搞了很久都不行 没理由,我和你做到的 我是马拉 是 就是上次试试 Skype 是可以的 我们试试 那我们现在通常 我们人家 借回家两个电话都做到啊 反而我们做不到 反而电话就行 变了他这一部 因为我们做Skim 1 是 接着他去Skim 2 Skim 2的时候 收不到他的话声 OK 即是样子就能出到 但是醒了 OK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 世良啊 正于IT的朋友的 OK 那你们呢 或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 正于IT的朋友 要不然我其实很想 在英国那边 有空外面 有空外面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那班 如果你去到那里更受欢迎 喂 我看到了 是 都很虚荣的 我 我在曼城机场 我一下机 已经有人找我拍照了 那我老婆 最初都没有什么 我一个人一个 我走到哪里 有人好像看着我 你在香港我不会的 香港人看见到周人发 都没什么 最初过去Selfie 然后呢 我这次去到曼城 我有见 有没有见 其实只是我收到 吃饭 或者叫我去指教一下 他们那间餐厅 的商户电话 100个是没有的 真的有四五十个 每个都知道你过来 那当然 一方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那边的生活 会更悶 他们会更悶 那你觉得那边悶不悶 这个你不考虚了 那你融入生活 他都说 融入生活 你只是想想 我有个粉丝 我都说 如果就不了 不用了 他特意在比斯堡 坐三个小时的车 落到伦敦 然后有跟我吃过一餐饭 一个多钟 那天坐三个小时的车 在比斯堡也OK 我都说 如果就不了 就下次吃 不要那么难得你过来 拍照 喂 我真的觉得 可能 好像在烟雞里和我吃了三四餐饭 其实本身呢 我老婆叫我七月去韩国 我都决定不去 为什么呢 她自己去了 后来我去法国 原来她去追星 不是去追星 她有一天去追星 一天而已 叫我去四天 我心不说 她说 但是其实老实说 你去哪里 什麽手艺 我真的受不了 其实韩国真的很闷 我再去吧 当然不会再去吧 她说如果 如果你说去济州 虽然还换一些据说 但是我喜欢大自然 老实说 你不是日本 你韩国 其实真是很浪狗 你马拉也不同了 今天我拿了新身份证 很先进 我去到我旁边那里 如果你们拿那张东西出来 看到 因为那里写着 叫我去S1那部机 拿 我去S1 看着那里 领取身份证 touch skin 接着有个东西 斩斩敲 叫我把一张手条放进去 然后叫我看着我脚头 拿手指 確認你是那个人 接着彈了那些资料出来 马建源 然后 那些资料 然后 好不OK 確認 这样就彈出了 我觉得那些资料好像比以前薄了 材料没有那么靓 我觉得而已 好了 即是不用见人 不知道 也没有到即刻烂的 即是不用见人 不用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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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机会搞得怎么样 好不容易方便 好了 我再在这里说 早几天我说恒生银行会联络我 三天后他联络了我 毕竟都是恒生 雖然他做事慢 但是也有联络我 但是 MyTV Super 是仍然没有联络过我的 OK 那我现在决定 如果他真的是 因为我这样很敏 我决定用大毅力 我为了去MyTV Super 因为我另外一张 我逐了约那张 是说要过到我的数 才会送报告给我 我呢 但是我打到Bang那里 打算不过数 又不行 我决定直接stop了那张卡 等他过不了我的数 那条人手机会来 喂 马先生 为何你不甩足 我叫你老母 你说吵架 还是有网友可以告诉我 告诉我 如果有线电视 可以去荃湾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 将军澳呢 我真的进去搞他 打他 动脏细忙 我看不到你们TVB 你明白吗 他多人不重要 他有个真人来听我 电话说 我留电话 我留我 一天后 没有声音 第二天我再打他 真人都没有 直接都是电话声 对不起 我们现在的线路非常繁忙 请你在嗶一声之后 留下电话 我们的服务员 会尽快复你 那又有两天了 当然他没有复 搞到我们好像等一条女儿打电话 给我 看看会不会有电话 正如之前有个区议员说 原来Cut My TV Super 比Cut 当年的有限更加烂 OK 真是含糟糕 我和TVB 喂 我这么想 不想破理 我都给你装部 装部My TV Super 还要156元一个月 156元一个月 我照装 我都用两档价 你值股价 另外那一部 我真的不需要两部 尤其是现在这一部 都可以看两个大电视 另外四个电话 即是电话和什么 好乱体 好乱体 你想清楚 你装My TV Super 先前 你可不可以 你想想 如果当日不装 你能否承受到 每个月要多多一百多元 好乱不弱 It's not about money 你叫我 逐约我就可以了 好乱体 接着给电话 我打完 原来打我 不想到 好乱体 好了 好了 我们很快就讲了 这个新闻 这一节我们讲了两宗新闻 第一宗是 謝振忠出任 袁空 我都差点不记得 有这个職位 新闻统筹专员 这个位 即是冯伟光 OK 謝振忠是谁 大家应该记得 4点钟 2019年的时候 当然又说她老婆申请去美国 那样 其实人家现在 去到这个位置 是D4 新闻统筹专员 起码根据 他现在据说 是总警司 应该有十多万人工 不知道是谁 但是现在D4 即是副秘书长的职级 就跟他现在的新春 起码加多4万 加多4万 OK 新闻统筹专员这个位置 重不重要呢 就看特首怎么看 如果当日 董建华开这个位置的时候 喂 因为那是 林瑞麟做的 这个新闻统筹专员 如果我没记错 不是路长安 林瑞麟 路长安就带来的租款 因为他那时候 董建华说 这个职位是统筹 OK 那么多的局长 那些意见 还是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 虽然这个是B4级的职位 未到首长级 首长级D8 就三十几四十万 但是呢 我看这些报道说 政府入院人士 就认为 这个位置才是超级局长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很容易明白 你年英是什么 太监 你也认为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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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拆慈禧鞋 送一支豬给他 你不认为 你先送一支豬给他 林年英 就是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好了 他之后 董建华 設立这个位置之后 跟着呢 都陆陆 好像有个什么 那时候做传媒 看那个叫什么 做传媒的 都出名 如果我又写下 现在忘记了 那时候那个叫 何安达 何安达 何安达就做 陳任权 是不是洗底了 是 后来 跟着呢 梁振英 就用了邓维军 但邓维军呢 很快就健康 唯有利职 那谁做呢 梁振英 就是我们的白宫 治疗发言人 是 是 阿冯慧光 所以 那个 还要 那些男女 还要去卡拉OK男女 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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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一向都认为 没所谓 那就是马路男女 所以说 赚到钱 不要紧要 你这样 就是洗 傅慧光 是 一样后女 是吧 你试一下 怎会有个帥哥 劉军谦 劉军谦 你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 可以骗到帥哥 你试一下 你四十岁 帥哥的劉军谦都没想用 你没钱 就会这么想现实 这个世界 含他层 好了 但冯伟光之后 林郑上台 其实这个唯一是一只元兇 现在 心惊得人 他说我又不知道 他有什么这么厉害 他连人用座翅多也不知道 不知 对 香港人是转装座翅的 到你了 老实实说 你连阿冯伟光 我真的说他未出生的时候 可能是 我出生的时候 公翅就是用座翅 但是出生我家都是用座翅 你出生的时候 公翅有座翅的 有酒楼、公翅 市渠那些都没有 有 但我家是市渠的 有 其实没有什么大市渠的 就算是七層楼 那时候过了 我说过了 在公屋也试过 你这样 说要弄一些纸船 去烧隔人的屁股 我们就要烧炮杖 你用多少个好心机 因为纸太容易融 你能用一些石子 包一些轻木 你能用木杀 然后用一些炮杖 你能用多少个长银 其实一点 有时候有些人很聪明的 在前面 看到那些轻仔进来 已经留意着 然后看到那些声音 喂 吵你了 喂 做什么 都知道你弄的 吵你了 因为你喝了一口 吵你了 吵你了 很重要 尤其是他很慢 他还要用一枝竹 他一天有些屎水不断流 就是为了吵你了 拆够那些人 撒一下屎 我们的兄弟的时候 但是我就少了 但是我最神奇就是在乡下 那时候我十岁和老母 我回到老母的乡下 你知道是开平 乡下的茅廁 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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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为何 我安排了屎 在乡下的大坑 那些乡下的地方 冲刺 吵你了 他有桶水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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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我上次的一件舊文 其實上星期五才決定 今星期二宣布 今天星期五幾天 我沒有說 是甚麼呢 不是甚麼特別的文 但我真的很無奈 為甚麼要這樣 上星期五 是上星期五 MCL戲院 通知周冠威導演 他們決定重影還愛 為甚麼無端要重影還愛 明明電視都做到爛了 很明顯 有些人看到 劉俊謙 有人看到劉俊謙 是同的 拐來做兩場三場 看看怎樣 如果再做到好 可能再排片再上 都還可以 現在有這麼多劉太 香港也有大陸也有 台灣也有 這麼多劉太 不上映 沒有原因 那這百多小時發生甚麼事 上映的時候 你那些人有沒有想過 那些婉商 喂 周冠威 你們十年 時代革命 有沒有想過 我想那些婉商都想過 不過他們覺得 不慣愛 大家有看 他們有愛情點 起碼完全沒有政治 一人分威又上了 他們是商業的考量 於是乎上了 為何會提起兒母 藉口呢 大家知道甚麼事 肯定是軟傷 受到一些壓力 這個壓力是來自哪裏 我不去猜 我最恐怕 甚至乎是官方 甚至乎 你亦都不要去嚇賴 我們的政府 或者是賴中共 這樣也不排除 會不會是有人 又有那些類似甚麼 香港警數 那類人 一兩場戲 收得多少錢呢 但我想說的是 你去國際城市 連一套愛情感的影片 你捉過我現在在我街上走 沒有辦法 他訪問他 他說 他覺得事件 不排除有權力 或者有話語權的人 想直接表忠 但也不排除 是純粹有攝氏人 愚蠢 好了 他說當然這件事 是失望的 他現在回想 他心底的潛意識 或者想揭發事件 是很不公平的 OK 我們這些比較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對現政權有不滿 為甚麼不可以多說兩句 我想多說兩句 我要表達情緒 表達不公 可以 當然可以 我現在也在跟你表達不公 實在是不公道 你這樣 有些這麼miler的事情 你究竟是想害我們國家 還是幫我們國家 你這些事情 都可以成為外國表你 別有用心的人 擺去我們打壓香港 打壓中國的事件簿 裏面的其中是嘔釘的 而這件事實際上 又影響不了甚麼 劉仲謙紅了 有甚麼問題 周冠威 有人不找他拍戲 他如果拍的戲 是你有沒有犯法 就拉勾他 這麼簡單的事情 跟回現在的玩法 對吧 其實類似的事情很多 有些人售完出來 對吧 他賣保險 都說不行 那你怎麼搞呢 他說 從幻愛重影被取消反映 拍電影的難度將越來越高 他說十年是這樣 時代革命也是這樣 武大金主要求邀志恒 籌貸資金 他說不遺言地說 時代革命推出了三年 他找演員 找資金 找場地困難重創 他說過去三年 他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但是離開他 和拒絕他的人 是更加多 我覺得越來越難 不代表放棄 我都會繼續做下去 我們在這裡 這樣說 我們為周導演感到很憤怒 可惜 但是在我們現在的Jug Room 我也不排除 我們自己做主持 如果是這樣 你又會不會支持他的戲 只要你愈不愈 如果他們仇資金 就是仇策 比如是《武法例》 你做潮ツ婦 不要不愈膽 我是否還敢公開他們的系列 我們只沒有grunt 好像是所謂的 總項統 caric心 即是恐懼本身 當時在妙術這件事也是恐懼本身 我真的不敢這麼說 因為我明白那種恐懼 這樣就達到目的 有人達到目的 所以有時有人問我怕不怕 我說不怕是騙你的 否則不會有時言論都不同 但你說我很怕嗎 我真的沒有 不怕得那麼多 你看不怕 休息一會